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院长都在这里 那我叫叫不动 我自己都是台大的教授 不要挑玻璃间好不好 强调自己还是教授 台北市长柯文哲视察台大防疫急门诊 再度用行动驳斥叫不动医院的传闻 不过这里18号就要正式营运 一天只有400个名额也遭质疑量能太少 没有必要说一下就投入很多人 我们看那个有需要的话 台大院会迅速增加它的作业容量 红风你知道 到底会不会出现 还是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还在观察 搞不清楚说到底是因为 PCR量能限制住 所以黑数很多 还是说它真的是 真的是没有再继续再增加 可必将台大医院视为 关键的战略预备部队 在没见到疫情红风前 得保留战力 至于其他集门诊 由于爽约率最高达49% 柯文哲扬言 未来可能公布身份证号 遭遇人痛批根本是在恐吓市民 还被发现网页 其实没有取消预约的功能 根本没有任何的取消功能 今天才有完全就是推卸责任 明明就是自己在规划的时候 没有做好规划 才导致民众没有办法取消 不晓得他是 他是主张大家 尽量爽约还是怎样 搞不清楚 所以这样 是非对错一定的标准 尽量预约 如果你预约你不来 取消掉 昨天讲的你知道 这爽约率一定会掉下来 幕僚透露爽约率已经降到10%左右 至于不离台北医院筛检站 近期天天出现排队人龙 周二才总算疏解 穿出是靠衣服会执行长 王碧胜出手才搞定 柯文哲很不以为然 要外界别挑拨离间 不过已经多次躲过确诊危机的柯文哲 再度拉警报 因为市府副发言人 魏文元快筛杨信 也让柯皮说自己又要开始天天快筛了 好请教罗医师 我们的疫情 其实在6万5千左右 已经维持了好几天了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 个案的死亡人数呢 这两天仍然维持在双位数 最高的时候是41位 很不幸的是这里面呢 每一天你都可以看到 几乎是一半的这个不幸失去生命的确诊者 他是没有打疫苗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慢性病的患者 那中间我们发生了 基隆的一位两岁男孩 跟新北的两岁男孩 不幸过失 这是令大家觉得非常难过的 可是疫情到现在为止 终于发现过去这几天 那个慌乱的状况 所谓PCR的裁剪 在急诊室这个前面大排长龙 而且半夜三更吵成一团 这个乱局重生的状况 现在看起来几乎是人为的 而这两个市长 柯文和侯友宇 要负起很大的责任吧 我想在过去一两个礼拜 台湾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知道 Omicron造成的一个实际伤害不大 但是它的瞬间造成非常多的确诊 那么确诊后续呢 有所谓的必须要做 这个PCR的一个检查 有所谓的必须要给予 适当的一个药物治疗 那很多政治人物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利用人心的慌乱了 甚至制造更大的纷乱了 让整个疫情更难控制 那我们看这张图 刚刚扣久又想 现在的状况呢 我们的本土案例呢 是65,790 就是今天的数字 那第一个数字呈现之后 就有人会讲说 这个数字的黑数啦 这个数字不止这样子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重点不是这个数字 是不是完全真实的数字 在疫情严重的过程中 一定没有办法贴近完全的事实 可是呢 关键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呢 很多事情慢慢被控制下来 第一个我们在意的是 下面这一张图 我们说在过程中 我们最担心的 最舍不得的是 我们的很多民众 有没有可能会变成重症 或甚至死亡的状况 我跟大家讲 从一开始 我们的实证数据 就不支持这样的一个理论 我们曾经说过 请大家看清楚 我们现在数字告诉我们 因为台湾在过去 α Delta的时候 都已经把它防守下来 现在遇到的是Omicron 它其实在公共卫生上 算是一只小绵羊 可是不是所有的国民 身体都是身强力壮 有一些可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有些可能是有 我们说M的状况 甚至有些人心肺功能已经很差 他也晒了DNR 就是不做心肺复苏 那这些人即便遇到小绵羊 他也可能会造成不幸 但整体的比例来看 你会发现 一样 轻症是99.79%的民众 也就是说 这个每天确诊几万人 可是呢 几乎所有人都康复了 那过去的一个礼拜你会发现说 你周边很多朋友 三公里已经没 本来你很担心的 就发现他跟你说 我都好奇了 都没问题了 其实大家已经渐渐地卸下那个心房 但是在过程中 我们哪些事情要必须做呢 必须努力的去执行呢 我刚刚讲的 重症还有可能会死亡的个案 我们必须把医疗量能把它守护好 所以你看 我们最新的一个分流的一个收支做法 也开始改变 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说 是不是风险很大 所以那时候只要是 中重症 大于80岁 怀孕36周 一律都住院 但是新的制度告诉我们说 藉由过去一个礼拜的观察 我们发现重症病房 死亡的这些特别的照护 必须用在对的地方 所以现在呢 不是所有的大于80岁 全部都收支 我跟大家讲 我昨天有很多的一个诊所医师 在这段时间 他们都加入了 所谓的轻症无症状的居家照护方案 他们都说 一看到名单 一色党一来的时候 密密麻麻 赶快把70岁 80岁挑出来 先打电话 先关怀 后来发现 确实如我们的实际经验 很多七八岁老人家 他也没有变成中症重症 他甚至只有少少的发烧 还说 我只是咳个几身 有点流鼻水 我想一两天就好了 这就是台湾现在的实况 但是我们发现说 有一些市长 他不但不正视这个情况 他还恶意的 让这个分乱变得更大 这变得更大 被王毕胜前几天揭穿 说是他们叫不动地方医院 然后呢 柯文哲跟侯友宜居然两个人都呛吓 柯文哲还说这是民进党新闻 然后还这个侯友宜还说 你中央不担我来担 但是今天就发生了 这个对比的图片呢 这个今天是17号 昨天是16号 当王毕胜开始帮忙去介入 地方的这个医院呢 来参与所谓PCR裁减 来这个是分担这个医疗的能量的时候呢 16号这一天大排长龙 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地方 就是新庄的布立台北医院 同一个时间 16号早上8点半 还这么多的人 结果今天早上8点半 已经没有能容了 人家去问王毕胜 王毕胜的回答是说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分时段 请要裁减的民众 务必分在早中晚三个时段来 并将报道跟裁减动线多拉几条 确保民众清楚分辨 也不会同一时间挤了很多人 第二 现在65岁以上长者快塞阳性后 经医师评估就可以领药 这部分额外辟出绿色通道 让长者能够尽快让医师评估 诊断完后 若能领药就尽快领药 一般民众也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可开立 一般用药 简单问诊完后就领取藏备药物 儿童也用这样做法 非常的有秩序 而且是有节奏的在做 更重要的是自由广场 自由广场今天拿着车来速 根本仅仅仅仅仅有序 有预约的也可以有人到现场的 自由广场是蔡英文总统跟我们的指挥中心相关的官员开完会之后 要求在台北新北跟基隆要裁减站要大型的来设置 那台北市政府本来呢 还依附不愿意配合的样子 昨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呢 林长佐委员已经说了 当时呢 他就跟这个在地的刘耀仁议员 就提到了中正区没有大型的裁减站 他们就建议指挥中心要把自由广场来设置 成为一个PCR裁减站 他们就跟指挥中心合作哟 然后等到指挥中心开始要做了之后呢 居然黄珊珊直播说 是台北市长这个指示我 我们现在就做了自由广场 但是自由广场今天我们有看到啊 最新的报道有啊 来看最新的报道 自由广场今天是什么画面 这个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协助设立的 跟你前几天柯文哲一手炮制的 急诊室前面的乱象 大排长龙 哀嚎这个 这个遍野的这个状况 是多大的对比 怪不得今天林济医师说 这就表示你 这个相关的这个市长跟卫生局的领导人 在处理问题上面 是无能吗 来看自由广场 今天的裁减站 汽车一路排队从爱国东路沿线往外排 中正纪念堂车来速17号正式上线 一大早还没8点就有车潮 这边是出口 对要排队的话就大量的 还是有汽车插点误闯机车道 不过整体还算顺畅 车潮以下作缓解 主要分四线道 汽车又以3人以上 2人以下进行高低承载分流 还提供儿童看诊服务 在凌晨12点开始预约之后 大概不到3点钟就全部今天的900个预约号都全部满了 6点多就已经有人在这边排队了 这个到报道率都非常高 刘成顺畅分三个关卡 先挂号问诊接着有领药需求民众得缴500元 最后再进行PCR采检 另外药物有三个套餐 A款制呼吸道症状 B款是针对肠胃道症状以上提供给成员 C款则是给儿童 又以症状体重区分四种药物 不过现场并没有开力口服抗病毒药物 如果是抗病毒药物 第一个它必须要适应症 有些药物需要交互作用 会有一些影响它的这些肾功能等等 我们都在现场无法有这么详细的资料 同诊北市三大车来速试检诊 新加入的中证纪念堂 一天能服务1200元 三个地点都能看诊哪有 只有北市科没有提供儿童看诊 不过中证纪念堂上路第一天 有民众投诉 约约后竟然能看到别人的姓名身份证字后 质疑各自外泄 事实上各自跟治安是我们最重视 那我们现在还在查 这个是不是个案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各自一律是否已经进行调查 现阶段持续拼浪能 北融共动员720元刺 为了缓解医院第一线压力 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邱太元 也响应总统蔡英文呼吁 澳洲基层医护进驻社区筛检站 第一站先来到中证纪念堂 医护同心挺过疫情难关 请教罗医师 柯文哲不认账 说这个是叫不动地方医院 这个王毕胜所说的话 是民进党新闻 他的意思又认为这个就是 这个来破坏他的 但是事实上是如此 那他为什么叫不动地方的医院 陈其迈是平常都跟地方的这些 这个大型的医院也好 诊所也好的 相关的负责人都有 然后还互相对于疫情的防疫 都开会了解状况 接受建议 他平常不跟人家沟通 而且甚至于还害人家 那个核心医院 昨天那个Freddy也说了 一开始打疫苗的时候 他去那个柯文哲最伟大的就是 他把那个疫苗这件事情 让民众去在网路上挂完号之后 写成纸本 把那个名字跟电话号码 扔给所有的私人医院 跟地方的诊所 叫这些医院跟诊所 纷纷的用人工打电话 给登记要打疫苗的人 造成的地方的台北市 至少这些医院 听到你台北市长柯文哲 跟台北市卫生局就吓得半死 更别讲核心医院 已经被他当成这个仇恨对象 来这个整肃了 所以地方医院 怎么会跟他合作呢 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了 他被揭发了 才这个出现 原来是柯市长的领导有问题 那新北市更别讲了 每一天都说叫中央这个做事情 然后中央做完事给他下令了 他第二天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双北今天做的不好 跟市长的领导 跟两位局长这个无能 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吧 我想刚刚Coco姐整个讲出了 整个事件的重点 其实我们常在讲说 一个事情要做好 有几个关键 天使地利人和 我们来了解看看 什么叫天使呢 如果是当初病毒一开始的时候 那是非常凶狠的阿法病毒 凶狠的德尔塔 那个时候天使不站在台湾这一方 可是八百多天我们共同努力 台湾人民共同跟指挥中心配合 把我们前面说的 二毒病毒锁下来 天使来看 现在是好的天使 因为转场成为Omicron 地利 各位双北是全台交通最方便 医生最多 医疗资源最充沛的地方 所以他占尽了地利 而且有很好的地方 可以做大型的户外的社区赛检站 最后是人和 人和够不够呢 我们先不讲双北 先讲高雄 我跟大家讲 其实从今年的一月开始 高雄市长就跟所有高雄市的 一届的意见领袖呢 常常在聚会 常常在学定说 到底什么时候要把快三 布到这个诊所里面去 常常在讨论说 到底什么时候 要开启社区的这个PCR的筛检 到底什么时候呢 将来如果确诊增加 要增加居家照护的配合的诊所 我要讲的是人和是平常慢慢的把它建构起来的 人和需要是什么 需要是一个正气 那为什么台北没有这样的正气呢 这是今天的自由广场 其实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其实很感动 各位 过去的自由广场呢 是一个威权时代的象征 它是在纪念我们台北市的这个 国民党的候选人讲话说的 对台湾有贡献的那一位人物 可是今天的自由广场呢 它转化成什么 公民运动 共同利用公民的意志呢 来协助国家把这个疫情锁下来 我不认为地方首长可以在这个时候出来 邀功说 这都是你搞的 我要讲的是如果可以 你的任何足够 早就完成了 任何哪里有出问题呢 想想看 去年的医护在哀嚎说 我们为什么要疫苗呢 要怎么能够上战场呢 当时呢 疫苗就打在什么 打在特权者的身上 我们看到晚上的时候 从好心肝排出来那么大群人容 打什么 打特权疫苗 任何出问题了 因为当你的首长一站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会觉得说 你代表是正义吗 你为的是城市的安危吗 还是你要指使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行动 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一个私益 所以 威望出现很大的危机 所以没有办法正气领栏 任何出现问题的时候 没有办法统领所有人 共同专心一致来对抗 这个防疫的工作 那么今天在自由广场 这个事件怎么形成的 其实呢 在一个礼拜之前呢 这件事情都慢慢在行速 什么意思呢 各位 如果你是一个医护人员 你身处在一个城市 每天有一万多例的确诊 你发现首都的市长 没有办法对这个游走作为 你会不会心急 你会希望能够帮忙 所以包括台北龙总的院长 包括我们地方的很多的一个工会的意见领袖 包括基层的很多医师 就在想我们怎么样合作 把这样的一个社区的PCR筛检量能把它制作出来 那么利用这个我们所谓过去的威权的体制之下的一个公共建筑物 它是一个很好的空间 利用大家睿智把动线设计出来 你看这张上面显现什么 从左边开始 一个是行人的一个步道 第二个是机车的动线 第三个是两人以下的汽车动线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三人以上的汽车动线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各位因为他很贴心 他知道说用不同交通工具来的人 他的急迫性可能不一样 他需要接受的服务不一样 他配置的医疗人员也都不一样 所以他把它区分开来 这叫做有智慧 我不知道这些医生至少有没有157 但我知道他们24小时都希望能够把防御做好 所以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动线把它撤离好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第四个部分 三年以上他还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我们说的这里有一个对话 十二岁以下的幼儿及儿童 有这样的一个动线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说 这些孩童的父母亲也很焦虑 所以有一个绿色通道 让他们能够快速经过 那这通道什么特殊呢 因为他知道很急 而且用量很大 他是两边车窗都给打开 两套医疗人员在协助 快速把这些采检做完 所以这个对话串的是 早上我跟隆总院长 陈威敏院长对话的 那他提到说他们非常欣慰 所有的隆总的医师 包括基层的医师都相互协力 而且斗智非常的旺盛 那么大家在早上十点 就已经把昨天预约的全部做完 还包括现场的一些民众 都把它做完四百多位 那他也承诺二四小时报告 全部都会上线 那我们要讲的是说 人和不够 为什么不赶快去弥补 去年创造了很多很多的瑕疵 那么到底台北市卫生局 有没有去弥补这件事情 答案是没有 那最让我们觉得痛心的是 等到现在事情有了一个眉目之后 又马上出来蹭声量 抢着腰功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那么合过来看 其实现在包括台北市 包括新北市都需要这样的人心志士 赶快把你的医疗量能够汇集起来 好 各位去年的时候 环南市场北农乱成一团 最后也是王必胜进驻 然后也是北荣派出了人马到现场去 做防疫的协助 自由广场 他的地点的使用要由文化部同意 然后他在某种程度上面出动北荣 要由行政院辖下的退府会来协调 更别讲是你们的全国医师工会 或是相关的医护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